字幕ơnøse 嗨 大家 欢迎回来我的一人独履Vlog 这次呢我来到了冲绳 我这次来冲绳呢 安排四天三夜 然后其实我来之前是非常非常不安的 因为我首先我没有来过冲绳 再来我这次的独旅呢 又是不自驾的状态玩冲绳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来冲绳玩的话 基本上自驾一定是比较方便的 可以玩得比较深度 不过独旅就是这样子嘛 比较难一个人还租车 就没有那么划算 所以我想说用我的方式 用一个人也可以玩冲绳的方式 带大家来看看冲绳 我自己也非常期待 因为冲绳这里的氛围感觉 跟日本其他地方是差蛮多的 会比较美式风情一点 然后呢我刚刚中午左右到了 我这次住的饭店 我刚刚先去放行李 我这次住在 这里的单轨列车美容桥站那边 一出来就到饭店了非常方便 然后我现在要走路去附近的 冲绳必吃的饭团 我今天早上从东京出发的时候 东京还超冷的 大概十度上下 然后我还穿了发热衣和外套 所以我刚刚一到冲绳 我立刻外套也脱了 发热衣也脱了 就剩衬衫这样子 薄衬衫 我要去的饭团店住这家 嗯 应该是只要知道冲绳的人 都会知道这个 旁边有一个这个 内用区 我点了酸苦瓜的口味 我点了一杯拿铁 哇这怎么怎么可以这么大杯啊 很少喝到这么大杯的拿铁 这家叫我的Stand Coffee 店内小小间 然后我直接在店外面喝 哇从十度的东京来到这里 好不习惯自己的天气哦 我已经度过冬天已经过了有 感觉有快半年了 好久我没有这么热了 边喝的同时呢 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等下去的地方 因为今天应该都会在那吧 就是市中心这边 等下去冲绳这里有一个那种 卖淘气啊 各种那种小屋小杂货 就是的一条街 然后那边有很多这类型的店 这超适合我现在逛的 因为我现在自己吃饭 就是很对于这种小杂货 或是那种很熟做的淘气 很有兴趣 我现在已经到了湖屋这一条街了 看起来是蛮安静的一条街 就是这里这一条都是一些淘气品 或是那种很可爱的碗 小杯子 这种类型的淘气品 刚刚去了其中两家店 哇里面店都小小的 超级可爱的 而且就直接摆着 就是它正在风干的淘气 而且终于是每一个碗 或是小杯子都很有特色 我想说我绕完这一条 再看决定要买哪一个 我刚刚在后面那家店 买了一个山苦瓜的筷架 超级可爱的 这里这家店超好逛 每个东西都很可爱 还有那种冲绳 冲绳这边手做的那种彩绘 再来这一家 Yachi and Moon 这家我看网络上 蛮多人推荐的 进去看看 天哪这一区也太可爱了吧 好可爱 好可爱 完这条湖屋接了 超级好逛 然后默默在这里就待了一个小时 我现在要先回饭店去 小休息一下 我租的饭店 这个 他离车站超近的 一出来就到了 一点距离都没有的那种 给大家看一下房间 给大家看一下房间 洗手台的部分 我现在有点小失落 因为我本来定这间 是因为这里有泳池 就是小小的泳池 三月三月没有开放 残念 真是的 我现在来到赖长岛在冲绳南部这边 然后另一边是海 然后另一边是海 我现在下来这边 沙滩这里走走 这个的海风是很凉的 不会黏黏的感觉 所以确实太阳是蛮大的 不过是吹起来 走起来是很舒服的 然后现在明明已经五点多了 天还是超亮的 这边上面有很多小店 或是吃的店 这里最多人在吃的 就是这个幸せのパンケーキ 人超多的 我现在决定要搭公车 回到国际通了 就是市区那边 我本来还是要搭其中一班 是到附近的另一个海边 可是那班车刚刚过了 所以再来要等半小时以上 所以我想说帅了 那我搭别班车 回到国际通 这样 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的心情 我必须老实说 因为沖繩是一个很 很观光 就是很群体 很玩乐的地方 所以 我觉得自己一个人 来这里独履 那种孤独感会比较重 之前独履都蛮享受 在那个氛围里面 例如我去浮光 京都或是北海道 因为那些都是 很适合独履的地方 可是沖繩 因为它就是很观光嘛 然后再加上它 交通没那么方便 就会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就有一种 好像被交通遗弃 好像被各种观光景点遗弃 因为没有车子 不方便到很多地方 你路上看到的人 也都是成群街队的 很多就是这种 三五个人以上 不是那种一两个人的 都是三五个人的以上的 所以就觉得自己 显得好 孤独的感觉 我目前 从今天到这里 有很明显这种感觉 然后因为我现在来到赖长岛 这里又更观光 刚刚看到所有都是那种 家庭啊 情侣啊 或是三五好友那种程度 可能以独立一个人旅行来说 沖繩还是个难度比较高的地方 我现在呢要去一间 尺寸 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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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乌川这边 我刚刚本来是要多搭公车的 搭公车不要转越多路 结果 因为要转公车 然后转了那个公车 不知道怎么样都等不到 不确定是不是 我等错地点啦 反正 反正 我觉得就是又改搭这里的单轨列车 然后到乌川站 再 要大概只有四五分钟过去 我脚真是快断了 好累喔 现在已经七点了 七点了还 天真有料 終于到了 走得好累喔 这个手把 诶 看起来 应该是不用等的 超级日式的 我点到一个三层肉豆腐面 看起来很好吃 这个酱好特别喔 加下去这个面边才好吃 我刚又追加了一碗豆腐 大家早安 在沖繩的第二天 我今天呢 要去到沖繩的里岛 是度假夫岛 其实这是我昨天晚上 临时决定的行程 因为我本来想说 就在沖繩本岛玩就好 可是 我就昨天晃了一下 觉得 还是想要去 比较有那种海边感 比较度假感的地方 因为我这次有带泳衣来 所以我就临时定了一个 算是相对比较近的里岛 是叫度假夫岛 然后他从沖繩这边 大家船过去 大概半小时 四十分钟左右 所以我昨天就上网 订了船票 然后等下一早去 大概五点 五点多会回来 我现在里面已经先穿泳衣了 然后外面套一个罩衫 我一定要给你们看一下 这件泳衣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其实就蛮常介绍他们家的泳衣 是海的 这个泳衣呢 是我跟他们会在四月份的时候会 联名一起上市的款式 和颜色 这个是我的限定色啦 这样子颜色看还蛮准 可是如果你在室内看的话 会很像黑色 这样子 他是这样子连生的 海的泳衣就是我之前每年都会跟他们 团购嘛 然后今年夏天呢 就是终于可以推出一个 属于我自己的颜色 这个颜色我觉得超好看的 我这次会推出两个限定色 分别有两款两个限定色 那之后 这几天 可能没办法都传到 不过就 先露出一下给你们看 应该影片上线的时候 差不多会开卖 所以到时候大家再 锁定一下今年的团购 另一个我的联名限定色呢 是橘色的 这种 这种色系 超级的显白 然后会很亮 如果你喜欢比较 这种亮色感的话 就可以选橘色 那如果是比较沉稳一点 有质感路线的话 这个蓝色非常的漂亮 然后套个招衫 去准备一下东西 准备出门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样穿 等一下会再套一件裤子 这件泳衣他的这个抓皱超好看的 现在要出发了 哇 我东西好重喔 好 好大一包 好垂喔 现在来取票 我要去这个度假孤岛 不快是披衫 搭这个船 我现在到度假孤岛了 然后我要直接搭上公车 去到阿波莲海滩 那边一下船就有公车可以搭了 我刚刚呢先去预约了晚点要付钱 结果现在开始天气变阴了 好冷喔 下雨 傻眼 因为离等下付钱还有一段时间 自由时间 所以我想找个地方先吃个东西 突然发现上面有一只猫 这一笑爆大的雨欸 傻眼 等下就要去付钱了 真的是好冷啊 雖然没有像刚刚雨团那么大 可是就一直在飘雨 好冷啊 刚刚浮钱完了 然后现在 哇 幸好现在也比较放晴了 走下来那个阿波莲海滩这边 晃晃 这跟刚刚浮钱的就是不同的海滩 这里是离我们下巴士的站比较近 给大家看看 出神的果冻海 这个星源商店 List 就是島上唯一二唯三的 運力商店 雜戶店 現在因為應該還不是觀光旺季的關係 我感覺整個島上人還是偏少一點的 像我今天搭的船過來 其實船上也都沒有滿 就還有空位的那種程度 這裡都有一些可愛的小店 其實店不算很多 目前走這樣亂晃亂晃 覺得大概有一半左右都沒有開吧 也有可能因為現在又是平日 人少 觀光客少 然後現在也不是忘記 我現在回到沖繩本島了 我剛才先回飯店換一下衣服 哇我沒想到我昨天熱到要脫掉的外套 現在居然派上用場 我裡面還穿回了大學體 然後我要去那巴那邊找一家沖繩料理吃 我找一個沖繩的創作創意料理 創作料理 就是這邊的特色料理 就是這邊的特色料理就對了 沖繩的天氣我摸不到你 突然又變好冷喔 這個是最多的 這是這裡的必點之一 然後豬肉 這比我想像中還要小耶 這個也是高排之一 苦瓜炒蛋 還有豆腐 看起來很好吃 謝謝看這裡的排骨頭 然後我今天抱了一個K-look的 沖繩北边的一日行程 因为我现在是在沖繩市区嘛 所以是偏南边 但是像是要到中部或是北部的话 就要就比较困难 我忘记我前面有没有跟大家说 沖繩其实它整个范围大概是从台北到苗栗的距离 所以其实 虽然是还是有一个距离的 不是那么容易搭车就可以到 所以今天我就报了一日行程 跟我之前北海道一样 我是找Klook上面的那种 我今天要去水族馆 然后万座毛 还有美国村 就是几个比较热门的观光行程 这样 今天的穿搭 今天是黑色系风格 今天全身都是阿美丽的 外套内搭和裙子都是 然后鞋子是GU的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太热 刚刚看温度是大概18-20度左右 希望是刚好的 现在第一站来到万兔毛 这里大概就像这样子绕一圈结束 不过这个海真的还是蛮漂亮的 非常蓝而且今天天气很好 大晴天 现在来到谷宇利岛 刚刚有经过谷宇利大桥 然后这边是这里 这里的沙滩 但是这里就是属于那种走走的沙滩 但是这里就是属于那种走走的沙滩 海超级的蓝 是那种薄荷绿 薄荷绿薄荷蓝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从上面看得更美欸 就是那个海的这种薄荷绿的颜色 就是薄荷绿 这个海的颜色真的是 就是果冬海 现在差不多是中午了 然后刚刚已经到水族馆附近 但是我想说先找个地方吃东西 然后这里离水族馆 这个车程不会很远 然后我找到这里有一个那种 看海咖啡厅之类的 应该是往这 是吧对不对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已经先到水族馆了 可是因为水族馆停留的时间还蛮长的 所以我不想要都耗在水族馆里面 就找到附近的餐厅 哇 看起来很漂亮 直接面海的 在这里在这里 我现在找了一家看海的餐厅来吃 这里好舒服喔 请大家原谅我还带着这个假斑木镜 点了一杯冰美食 因为现在还没有很热 所以坐外面是很舒服的 看过去就是海 刚刚突然感觉后面有一个震动 这里就是电猫 泡跳了 这是我点的餐点 看起来像是 欸 该不会是牛肉吧 汉堡牌 我快没注意 嗯 还好吃喔 蛋还好吃喔 它有点像照烧酱的 可是我不应该点汉堡牌 我没意识到它是汉堡 刚刚那家咖啡厅的隔壁 发现一条这种小镜 从这里往下的海拍 好像很漂亮 这条路很多人骑这个 就是像这 这叫什么花瓣车的 小车车 不知道去哪借的 我现在要从刚刚那个地方在走十 五分钟 十到十五分钟左右 去到水族館 然后去水族館 看一下 差不多就是接下来的行程 好热喔 真的是已经可以穿短袖的天气了 真的是已经可以穿短袖的天气了 热死我了 现在在插玻璃的时间 它有附订的时间是给耳的 不过我错觉了 也没关系 我进去玩水族館了 然后 它外面也是 旁边有一些 吃的摊位 还有 给耳的体验 但是幸好我觉得我刚刚先去 我刚刚去那个叫贝赖 因为我觉得水族館 嗯 就是一个来一次就可以的地方 不过我不会特别觉得 特别喜欢这个景点 可能我个人喜好吧 可是里面有非常多小学生 或者是家庭 蛮适合带小朋友来的 蛮适合带小朋友来的 可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我刚去的那个地方 就是看海吃饭 然后 嗯 人潮不会那么拥挤的感觉 今天最后一个行程来到美国村 其实这里评价有点有好有坏 就有些人说很无聊 又有些人说氛围蛮不错的 反正就来看看吧 这些都没有吃 是 人潮不吃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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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懇佳 有点 這裡旁邊就是一個bar和餐廳 很美式風的 然後立即測試咖啡 買咖啡和美式點心 我買來買豆乳嗎?豆乳拿鐵 這邊有一些巷子中的小店 比較偏那種紀念品店的感覺 這邊也有這個沖繩到處都是的冰淇淋 嗯?但我沒有吃不需要吃不需要吃吃看 目前逛下來的感覺就是跟我想像中差不多 不會有特別經驗覺得很特別一定要來 定不論是可以來一次看看 今天的行程我覺得都是這樣 就是可以來看看 可是比較不是很必來的地方 現在走到外面這裡也是可以看海的 我回到飯店了 然後我乾脆洗得澡因為實在太累了 所以我乾脆直接在飯店叫外送 跟我昨天吃的是同一家 就是有山苦瓜那一家巨酒物 因為我昨天在吃的時候看到他有外送 所以我剛剛就點了Uber Eats 我今天點了 這個我最沒有吃到 它是草紅蘿蔔 然後一份山苦瓜 讚讚讚 早安大家 今天是在沖繩的最後一天 我剛剛已經先收好我的行李了 然後等一下先準備退房 再來 因為我今天是晚上的飛機 所以其實我今天還有蠻充足一整天的時間 我打算呢今天應該會去一些 例如像電車比較好到達的地方 我可能就搭單軌列車 然後在比較偏市中心這邊走走 因為其實我昨天前天都去不同的地方 比較遠的地方嘛 所以像國際通這邊 我根本就還沒有很認真的逛 所以今天想要去逛一些 我有存起來的小店 大概就在我飯店周圍 都是走路可以到的距離 又或是搭電車 出發吧 開始 沖繩的最後一天 今天的穿搭 今天的上衣呢是UNIQLO C系列的 之前有介紹過的 然後項鍊感覺會有人問 這是我這幾天戴的都是 索阿里和之前口類的聯名 然後耳環的話呢都是 ATAE的 戒指也是ATAE的 然後 今天的褲子 這個我前幾天有穿過一次 這個是Mauzi的 現在有一點點皺 不過沒辦法 因為這裡沒有燙衣服的 但是明場可接受啦 然後配娃娃鞋 但是今天包也是被UNIQLO的 離開前進來看一下 如果大家之後有來住的話 4月之後可以游泳喔 我覺得這裡整體來說我還蠻喜歡的 而且又離車站非常近 也很漂亮 現在到了港川這邊 我剛剛是從我飯店附近搭公車過來 我自己感覺這幾天 就是 沖繩的公車呢 沒有那麼準時 所以我會一直害怕沒搭到 或是怎麼樣 反正 剛剛他也是Delay了5到10分鐘吧 結果大家如果要來的話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平常在東京或之前去其他縣市 京都 他們的巴士真的都超準時 假設說55分 他就真的是55分 就會到那個站 但是這裡會比較Delay一點 這樣 然後我現在要去一家餐廳 吃午餐 這個是朋友推薦給我的店 然後他說那個附近有一些可以逛的小店 所以我就 在這邊晃晃 我要測試這一家 看起來超不起眼的有沒有 叫Red and Ship 屎嫂 吃完了 在這裡 我覺得算是很家常料理 就是 吃下去不會覺得特別驚豔 可是就是順口好吃的 是那種很家常會吃到的料理 我點雞腿牌 然後雞腿牌煎得超嫩的 這裡有個好可愛的可麗露店 去看看 我們要經過一個很可愛的可麗露店 買來吃吃看 而且它的可麗露超小的 一口可麗露的那種 超可愛的 這邊好多可愛的小店 一口可麗露 你們看超級小的 超級脆 超級脆 這家店很特別 它從剛剛那邊走進來 然後還有一間一間的房間 也是有賣各種的瓷器 也有拖鞋 好多竹籃包喔好可愛 好可愛 我在外面這家綠色小店 買了兩件T恤 這家店的店主人很好 也不知道是不是店主 因為他說他下個月要搬去 東京跟他的老公一起住了 所以未必確定 這邊有一家店 進去看看 好多各種包包 竹籃 還有各種器皿 好可愛的小店喔 這裡怎麼都可愛小店啊 封掉 再來逛這家 ROOTS 也是好可愛 它每個都這樣子 就是很鄉村風的感覺 我應該差不多逛完這一袋了 這一小區實在太可愛 太好逛了吧 我覺得比我之前前面去的任何觀光景點 尤其是昨天還好逛 大家可以到時候搜尋其中一間店 然後來到這一區 就是很像一個小村落的感覺 我現在要回去 國際通那附近了 我這裡怎麼回事 魔道 如果大家想來這裡的話 這裡叫港川 或是你們可以搜尋我剛剛去的任何一家店 因為他們就是在一個區域 一個小村落 也不會說很大 但是如果你真的每一間都慢慢逛的話 也可以逛個兩三個小時 然後這裡也有吃的 也有那種下午茶店 而且我覺得人還不會很多 所以逛起來蠻自在蠻舒服的 推薦大家可以來逛 我就是在找這種地方 就是這種 很多小雜貨的店啊 又或是一些比較有特色的小店 大推這裡 現在回到納霸市區了 哇這裡天氣非常好 我剛剛在那個港山那邊還在下雨 現在這裡是出太陽 我現在走進巷子裡面 感覺沿路應該是會有一些 你知道那種小小店之類的 可以逛逛 這裡有一間古著店 而且看起來不會很貴 它旁邊這邊有寫價格 進去看看 感覺上價格還蠻便宜的 一兩千而已 還有很多大雪梯 算很便宜 狀況我覺得還ok 這家店感覺賣一些小玩具 小雜貨 很可愛 這好特別喔 沖繩方言咖啡 有很多口味 現在這裡是日本最短的雙電街 巴訓通 而且說只有24步就走完了 你們看就是這麼的短 然後它底下還有腳印 在這裡買了這個 還有苦瓜 我剛剛逛這個公社市場 木製公社市場 然後買了一個 買了醃漬物 就是這邊的醃漬物 有山苦瓜的 還有那個應該是韭菜 韭菜昆布 還蠻好吃的 然後它的老闆娘也很熱情 所以就買一些回去 這個山苦瓜真的是好吃 而且因為是醃漬好的 我也不用激素 讚讚讚 我現在到沖繩納巴機場了 然後就要回東京啦 最後來總結一下這次的一人旅行好了 其實我自己覺得這一次 一開始我還蠻擔心的 因為沖繩大家都說要自駕 然後再加上這裡是一個很觀光的地方 所以很難想像一個人玩會是什麼感覺 但是後來實際完之後 我覺得比我想像中好 其實沒有真的交通那麼那麼的不便 真的熱門的地方 其實還是蠻好到達的 只是確實等車的時間 會花比較長 然後這個優點 我覺得跟福岡很像 就是他們的機場 離市東西也蠻近的 所以也不用很提早到機場 不用花太多時間 就可以到機場 所以像是如果你最後一天 是比較晚 晚上的飛機的話 你可以這一整天都還是可以 玩得到沖繩的其他地方 然後我自己這次最喜歡的 可能是今天去到的那個 港岩那個地方 然後像是逛的話 這個地方 還有我第一天逛的那個 湖屋通 那附近我也蠻喜歡的 那就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啦 我們下一部獨旅影片見 不確定下次 沖滴滴會是哪裡 拜拜 work RICHARD 通常 我們到了 那於是 galleries inbox usclaim 感谢观看